那一天明明是他臨時 找我去他家說什麼 不比他家會給我 我說我不方便 我剛在錄影的時候 那個製作單位 那個咖哩便當我做到了 我硬著頭皮去他家 沙發又是白的 但是我又不能不做一座 起來的時候當然 沙發也跟著黃黃了 他就到處宣傳說 而且他那個 太帥了 那就是咖哩便當 沒有 那個帥真的是弄不掉 為了這個事情 他就開始建設 轉手機了 所以在節目上 就開始猛獎的時候 跟幫我跨倒的事情 回到家的時候 我爸站在門口說 你七十歲 你怎麼跟保姆靠閘了 我也證明說 我講的是真的 我打電話給我爸 我爸 不是 我爸在旁邊 我說我打電話給他 我當初打電話 我爸 那個老神在旁邊 你跟他講 你跟他講 他接到我爸電話的時候 你看他怎麼講 他就講了 那是真的 他就把電話掛了